今天我要去自首 警官 我一会儿要当着你们的面 骗一个人 你这什么情况 其实他是一个最新的骗局 99%的人都会被骗 我想在你们的监督下 做一个实验 这里很多人 你随便选一个 我一会儿对他进行诈骗 要不你试试这个 这个人 对 好 记住了吗 你们跟我来 这个戒指里还有高科技芯片 像这样触碰一下他的手机 就会装上我用的呼叫转移系统 一会儿呢 你还要收集到他家人的声音特征 用这个麦 你可以用送礼物的方式 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占小便宜 这样他们才能上刀收骗 哈喽 帅哥 可以耽误你两分钟 我们这边做一个街头采访吗 您方便现场给嘉琳打电话吗 我们这边会小礼物送给你 这是骗子啊 我真的不给现场 真的不用给钱 我们一般实行诈骗的 就是利用他们这种 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礼物背后可能都是性感 对 打给妈妈的电话是吧 这边方便开箱免提吗 喂 妈 有个节目在录节目 你看现在信息已经基本收集到了 走我们进行下一步 这是您的礼物送给您 这是所有信息 这个是他的声音特征 这个是他的信息 来把声音特征全部提取出来 我们根据他家里人的声音特征 一会把我的声音 模拟成他妈妈的声音 通过呼叫转移打给他 好 我们现在开始模拟一下 儿子 儿子 你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好 我们听一下 儿子 儿子 你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OK 刀病 请问我现在为你演示最后一步 怎么样更改电话 打开这个软件 因为我提前录入过你的手机号 我不管输什么数字 你这边都会显示妈妈来电 我们试一下 我们比如输入 一 二 三 四 五 我同 打开免提 你会发现这边真的出现了 妈妈来电 好 我们接通 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配合 我们采集到的 他妈妈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实行犯罪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软件呢 可以设置任何的号码 备注成任何的信息 我们比如把这个妈妈 可以改成爸爸 如果他要是下载了 国家反差中心的APP 就能有效地识别诈骗文件了 这个里面呢 就是他妈妈的声音特征 我只要把这个连接在我的手机上 他那边就会听到他妈妈的声音 加上我给他安装的软件 就会显示他妈妈的来电 喂 儿子 儿子 你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我现在在医院 哪个医院啊 也没人说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和你说了 医生叫我了 医生叫我了 喂 妈 他现在一定非常的焦急 我现在只要说什么 他一般都会干什么 那如果这个时候 他打电话 想他爸爸确认 不会的 他爸的电话 现在是打不通的状态 你们用了呼吸你 对 三五分钟之后 他应该就会把电话再打回来 现在早 正式利用稳气 用早急的行为 遇到这种情况呢 一定要沉着冷静 反复的模式 你看 电话打过来了 好 我们现在接通电话 喂 妈 这件事情情况怎么样啊 你们全都不用啊 这种情况下 我让他转账就不难了 看来他真的被骗了 我们赶紧跟他解释一下 走 接张 接张 哎 接张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试验 我是魔术师高宇田 诈骗就像魔术 用各种手段 让你去相信他 魔术是表演 诈骗是犯罪 不管你骗数有多高 早晚会被抓 导音 导音 诈骗是犯罪 嗯 诈骗是犯罪